大約有20棟在綠色樹林 藍天白雲下顯得更美輪美奂 以集村農社名義 新建在七堵江子寮山區 名為雪倫山莊二企的農社 多年來雖然爭議不斷 當然這麼大片的話 讓社會觀感 我不曉得今天媒體這麼多 社會的觀感又是怎麼樣 這個我想當一些文工指導 市政府的相關單位 在你們整個這個案子 都是過以後 那一些農民只要有土地 只要農木用地 他可不可以這樣蓋 應該可以嗎 那我們對於農社兩者是定義的 農社他就是應該是以根作木 以經濟根作木為主 而來蓋這個農社 讓我們這些農民有一個休閒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說 因為這時候社會輿論跟這個 我剛剛講科技用木之口 這個你們很難 很難去處理這塊 他們每天看著 我們山區的變化 其實是有點心疼的 所以也是希望市政府這邊可以協助我們這些 不管是山友還是集村農社的住民 我們就是把這些規劃跟配套措施都做好 然後讓我們的環境可以保持在一定的水準之上 這是學人山莊的二期新建工程 我跟各位保證以後絕對沒有三期 因為有底下一期才有這個二期 我們相信絕對絕對不會再有三期 我想市政府絕對不會再重蹈入社 因為這裡畢竟是好山好水 但是因為社區硬體上大致都已經新建完成 未來也將準備向市政府申請使用執照 因此基隆市長謝國良帶領市政府都發處 產發處環保局以及警察局等相關單位首長 和七堵四位市議員一起到現場聽取說明 市長謝國良強調雖然建物合法 但是不合情不合理 如果是他他是不會合法開發執照 但是現在基於市政穩定度考量下 市政府還是只能依法繼續審查 包括水保以及污水排放和未來垃圾處理 都沒有問題了 才會合法使用執照 合法但是非常不合情 隨處保持觀點來說根本就很不適合 萬一這些人發生了一些風災雨災 災情的時候困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政府把他們救出 但是我們基於市政穩定的一個 不好意思議員有沒有過來 我們基於市政穩定的一個態度跟想法 我們基本上就是繼續審查 那我們今天有提到尤其污水排放 你總不能排放在會對大家的污染有害 跟大家破壞大自然的一個環境上 雖然他們有提到分解技術 跟最後的一個排放計畫 但是我心裡面還是仍然有蠻多問號 那第二個就是說他們的垃圾運送 我覺得計畫也要很明確 所以在上述我們產的這些東西穩定以後 我們才有考慮在使照的部分 進行下一步的這個進展 所以我今天也 我認為距離要合法這個使照 可能還有很多努力要做 那我重申一次就是說 這是我不會去發的建造 但是基於市政穩定度 我只能苦笑然後再想說 反正如何把這個社區弄得更完善 我覺得可能是我們現在市政府 跟杜發處跟各位議員關心的方向 當地泰安里長詹仁豪則希望學人 山莊社區新建石注意水土保持 以及車輛進出等問題 維護進出江子寮地區其他民眾的安全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